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妙招时间了 生活有妙招 窍门我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妙招评论区的问题是什么 孟还在他问 有的人呢 喜欢生吃菠菜 觉得更有营养 菠菜生吃到底好不好 先来直接给你一个答案 菠菜生吃不好 说一下这个菠菜啊 是一种营养很高的蔬菜 非常受欢迎 一些朋友呢 会把它生吃 或者是把它打成汁 但是有专家提醒我们 菠菜不能生吃 否则可能引发疾病 因为菠菜里面呢 有一种物质叫做草酸 它是一种阻碍营养吸收的物质 尤其会阻碍矿物质的吸收 对我们人体来说呢 一些比较重要的矿物质 像钙铁 草酸 都会阻碍它们的吸收 而高摄入草酸 会引起肾结石的风险 所以专家建议 你吃菠菜最好进行超水处理 时间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另外呢 还有朋友问啊 这个红根菠菜 白根菠菜哪个营养高啊 首先跟你说 这两个呢是不同的品种 红根菠菜营养成分相对较多 它吃起来呢 根是甜的 红根菠菜呀 经过一些测定 它里头的维生素C 也是比这个白根多的 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呢 就尽量选择红根菠菜吧 红菠菜